大家好,我是李医生 有一些女性为了减肥 只吃蔬菜而拒绝吃肉 可是没有想到 这种减肥的方法 根本无效不说 反而还越来越胖 这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 只吃蔬菜不吃肉食的话 会造成动物蛋白质摄入不足 即使补充了豆类等等植物蛋白 它的吸收和利用都不及动物蛋白 当完全素食者 蛋白质摄入不足的时候 人体的蛋白质 脂肪 包括糖类 就会失衡 免疫力下降 记忆力下降 贫血 消化不良 都会接种而来 而这个时候还会容易出现 感觉迟钝 脾炎等等 而且呢 蔬果大豆 骨类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一方面能促进肠胃消化 另外一方面 由于膳食纤维 是可以促进肠蠕动的 减少肠内容物通过肠道的时间 也就缩短了排便的间隔时间 过多的膳食纤维 就会加速胃肠道内的矿物质营养素的排出 造成了体内的矿物质营养素 未经吸收 便已经流失的不足 那而最重要的是呢 很多女性 之所以光吃蔬菜 以为只要吃蔬菜就能减肥 其实 吃蔬菜也有无法减肥的时候 那是因为 蔬菜比较容易吸油 反而更容易摄入过多的油脂 会越吃越胖 因此呢 只吃蔬菜而不吃饭 会导致饮食中油多 蛋白质多 热量猛增 反而发胖 今天内容就分享到这儿 关注我 了解更多健康知识 感谢观看